那個配位化合物或是綽合物 這種它有很多的異構物 異構物 那異構物的話不外乎分成幾類 Isomers 所謂Isomer它的分子是一樣 但是它具有不一樣的性質 不一樣的結構 那它可能是結構上面的異構物 或者是它的Stereo Stereo Isomers 空間上面的排列不一樣的 Stereo 空間上面 立體的異構物 那你還可以再繼續細分 結構上面的異構物的話 可能是Coordination Isomeration 或者Coordination Isomers 或者是Linkage Isomers 連接上面的那個異構物 然後立體異構物 也有可能是像那種Cistrance Geometrical的異構物 也有可能是光學異構物 那這個異構物 其實沒有在分有機無機 我們有機那邊講很多的配合 可以來到這邊嗎 好 來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做配位的異構物 Coordination Isomer 或者是Coordination Isomer 什麼是配位異構的這件事情 那這兩個互為配位異構物 來看一下他們差在哪裡 柿子一不一樣 真的要講的是不太一樣 那個框在裡面的東西不一樣 雖然它的主層都是一樣的 主層都是兩邊對照看一下 中心原子一樣 那同樣都有四個氨 然後有兩個氯 有兩個氯 但是框 框在框框裡面的組成也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這表示什麼 這是一個薄的錯離子 這也是一個薄的錯離子 那這個框在裡面表示 這兩個氯它是配基 然後兩個氯是Counter Ion 用來維持電中性 那這邊呢 反過來它是變成氯 變成是配基 然後氯是配基 然後氯是Counter Ion 像這樣子 它的主層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它實際上 配位的時候 是不同的一個 這種叫做Coordination Isomer OK Montor 你覺得呢 好 同不同意 好 然後有一種水和的液溝物 Hydrate Isomers are a special case of ionization Isomer in which water molecule may be changed from inside to outside of the coordination sphere 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這邊 這幾個差在哪 啊 水有沒有配在上面 水是配在上面的 還是在外面的結晶水 好 那像這邊的話是六個水 都是配基 H2O 有的時候會寫成這樣子 為什麼要寫這樣子 OH2 明明就是H2O 為什麼寫OH2 因為它要去強調 是O在跟這個金屬發生配位工價件 好 但是它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邊的話六表示 它的六個配位上面 接的都是水 啊這邊咧 五個 四個 然後這邊拿到外面去的 表示什麼 啊 一整個 它不是直接 不是直接見解在金屬螢體上面的 但是它是一個 一個entity 知道entity是什麼嗎 一個整體 它不是水 這個水的話 是跟它是有一個連結的 不是隨隨便便 就可以跑來跑去的 這種水 其實水和結構 它是參與的 參與的水和結構的水 看一下 剛剛這個 六個水的 五個水的 四個水的 就是看它有沒有跟金屬 離子有連結 coordination is 這兩個是coordination is 什麼denial exchange 你看它這個ligum這邊有交換 對不對 有交換 一個是配位數六 一個是配位數四 那這邊配位數六的 本來是都是六個 綠交換的時候 變成兩個綠 四個鞍 然後這邊換過來 這種也是屬於配位一個五 連結這種 linkage iso 來看一下這個差在哪裡 差在哪 那現在來找什麼 接的ligum也不一樣 其實的ligum是一樣 都是NO2 只是接的位子 跟它連接的原子不一樣 這個NO2的話 它是接N 那這邊呢 跟O接 那是不一樣的 這種也是屬於一個五 composition of the complex ion is the same 它是一樣的 組成一樣 but the point of attachment of at least one of the ligum difference 至少有一個ligum它連接的point 連接的原子不一樣的 這種是屬於linkage isogems 那名稱就會不一樣 你有沒有看到它 不光是那個連接的原子不一樣 會導致它的顏色不一樣 兩個的顏色是不一樣 那命名也會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再來複習這個命名 pentaamide nitro-cobalt-3-chloride 陽離子先陰離子後 所以陰離子都在這邊 然後陽離子在前面 陽離子有氨這個 也有這個NO2的 所以是amide nitro 那amide因為有五個 所以前面加penta 所以是pentaamide nitro-cobalt-3 它標它的氧化素 那這邊這個呢 pentaamide nitro-cobalt-3-chloride 就不一樣 去標示它的連接 會不會不一樣 然後你看cobalt-3-chloride 這類的話是連接的點 不一樣的時候 這個是linkage isogems 立體的 這個stereo-isolium也有什麼 cistrans這個是 好 來看一下 像這個例子 它有兩種一個 有氨的有氯的 有氯的 那接在同一邊還是對邊 那個是不一樣的 cist是什麼意思 就是旋 旋 旋白一夠五 cist是旋 所以是the same sign 是同一邊 然後相離next to each other 所以像這邊的話 它這個同一種 它是相離的 同一種是相離 所以這個是cist trans是相反的意思 trans 所以像這個 它是在對面 對邊相反一邊 所以是trans 那這個也可以是 這是哪一個 同一邊 cist 這個在對面 trans 那它的主層是一樣的 只是它在立體上面的排列 排列上面不一樣 去那 式子會是一樣 只是空間上不一樣 那我們就前面要加一個 順或反來標示 順反它這個在化學上面 上面的意義是什麼 就除了我們去標出 它結構上面的不一樣 它有可能會導致 哪一些性質上的差異 它 融廢點的不一樣 那往往跟什麼有關係 跟分子間作用力有關 然後有一些情況下 它可能會形成分子內的氫件 那它會導致什麼 如果有形成分子內的氫件的時候 它的融點會 它上升還是下降 會更難融 對不對 或者是肺點 它也會上升 所以順勢脂肪、反勢脂肪 哪一種比較不好 反勢比較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有涉及到分子內的氫件 讓它比較不容易分解 所以是比較不好的 好 那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順反的例子 例子太多了 那只是你能夠去判斷 順的話 基本上就是同一類的 它是在同一邊反 趨勢是在對邊 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四個 也會有順反 那如果是配位酥6的 然後又有三種 情況越來越精彩了 精彩可期 比如說中心金屬Metal M 然後有ABC三種 然後A2B2C2 那我們要去分別去denote A是順還是反 B是順還是反 C是順還是反 所以會變成這樣 有TransTransTrans 404040 或是40Trans 這種情況 來看實例 好 這邊 這邊 有幾種 Liggen 三種 它個是什麼 個是反 就是在對面 Opposite 所以是 都是Trans 所以它的全名 哇 露露燈 好 好煩喔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錯離子要什麼命名 你其實 大原則掌握好 你至少看得懂 看得懂 這個 它是一個錯離子 所以最後的中心原主 結在最後面 Cobalt 然後有三種Liggen 分別是什麼 Ami Aqua and Chloro 水的 水的那個是 A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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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個水 然後各兩個嘛 所以前面都 Di 對不對 Di Ami Di Aquan 然後Di Chloro 有娛樂效果嗎 然後TransTransTrans 所以它全名變成 TransDi Ami TransDi Aquan TransDi Chloro Cobalt 好 今天那個中文系統 沒有啦 Ami 要上課 喔對 今天主課是 啊這個咧 這個是 這是順反的話 一樣的 一樣的配機 只是它現在是什麼 順 Sys 我們剛剛說的 它是next to each other 有在同一邊 或有相鄰 所以你看一下 氨有沒有相鄰 有喔 有相鄰 綠也相鄰 然後這個也相鄰 你要從空間上面來看 喔 欸這個有相鄰嗎 有 有喔 有 所以就變成Sys 都是Sys Sys 啊這個咧 這個咧 水有沒有 水是Sys Sys Sys 然後安 Transe 安綠是Sys 那所以就分別要去頂上 我們就把它標出來這樣 Sys就會寫了 Transe Diamine Sys Diaqua Sys Dichoro 攝影師 我說攝影師有沒有人 我隨便學一下吧 好 那還有一種是光學易購物 光學易購物它這個跟就是你的光 它可能跟光一個Polarized的光 然後照過來它會有不同的效應的時候這種叫做光學的一個 偏真光 好 比如說你有一個光本來是沒有特定方向但是你如果經過一個這樣的偏真片的話你可能透過它之後出來是具有特定偏真性的一個光 然後經過某一個sample之後它會有懸光性那有特定的一種儀器可以去測它的懸光度的那譬如說經過之後本來是這樣的方向它變成偏的一個方向 如果偏右那就右旋或左旋 所以我們上次在介紹那個有機化合物它有DL的時候它那個就設計到它的偏光性懸光度的變化這種 所以如果有化合物它的組成一樣然後空間的分布可能也類似但是它的導致這個光的懸光度不一樣的時候它就屬於光學 一勾物像BL這種它是屬於光學一勾物 隊長 anxiumers anxiumers 它就是通常這種光學一勾物的話它能不能夠重疊 可能沒有辦法重疊但是具有隊長性 它有鏡像或是又叫做鏡像一勾物 這個跟這個一勾物一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不一樣 來再來大家來找查 像這個一勾物跟這個一勾物一不一樣 跟這個一不一樣 不一樣他們 如果你從順反來看是不是一不一樣 從順反來看一樣 因為這個也是順啊 對啊 啊這個也是順啊 對啊 所以這個結構上面是一樣的 但是它們能不能夠重疊 不行 不行 蛤 不會 不行 好 啊所以它這個是屬於隊長 或是光學一勾物 光學一勾物 好這一類都是 這種隊長化 隊長性就是他們 他們沒有辦法去 superimpose on each other 我們說 not always superimposable 就沒有辦法在空間上沒有辦法重疊的 on their mirror image 你去想你的手掌 手掌是沒有辦法重疊的 但是它是互為鏡像 對不對 好那要通常要理解 就是要去了解一個化合物 配位化合物 不一定是配位化合物 所有的化合物都是這樣子 但是配位化合物又特別是如此 就是它的很多顏色會不一樣 Coordination compound 通常你要去了解它的性質的話 那其中有幾個重要 一個是color 一個是它的磁性 磁性 所以color 顏色跟magnetism磁性 是在討論無激化學的時候 很重要的性質 那color 我們這個就之前講過了 在講了 玩量quantum 鬼迷那邊的時候 我們這邊複習一下好了 所以一個錯 錯合物 或者是一個配位化合物 它的顏色是有什麼來決定的 有光 有什麼的光 反射 反射 對 它最後顯現出來的顏色 跟它會吸收的什麼顏色 然後沒有被吸收的就是我們看 反射到我們眼睛看到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跟幾個因素有關 當然跟中心金屬因素的種類有關 還有呢 同一種金屬燈 但它有可能有不同的氧化碳 所以跟它處理哪個氧化碳有關 還有它的ligum ligum 它是接哪一種配基也有關係 那最後顯現出來的顏色呢 the color of the complex is the sun of the light not absorbed 沒有被吸收 而是被反射到我們眼睛的就是這個complex 它的顯現出來的顏色 那通常 coordination complex 它因為往往有低軌域 有設計叫低軌域 partially feel that the orbital usually give rise to color the complex 因為呢 they can absorb light from the visible region of the spectrum 通常他們這個吸收的光 都是在可見光的區域 那這邊我們來幫大家喚醒一下記憶好了 這邊應該是我們那時候有已經講過了 好這個光譜電磁輻射譜 這個大家都有認的吧 那這是我們當時有帶著大家看的舉例 你看一下這個是COBO對不對 他們就有中心離子 但是它的各式各樣不同的ligan 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ligan 配位數也不一樣 也不一樣 好有的是六的 有的是好這個都不一樣 那所以我們去測量它的吸收光譜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被吸收的波段都不一樣 被吸收的波段不一樣 那所以被吸收的光不一樣 它顯現出來的顏色就不一樣 那我們那時候有講過一個顏色的輪 什麼顏色然後它的副主色是什麼色 那所以你看我們舉這個例子 像是這個挫合離子 它如果吸收的是在700m的波段的光的話 700是什麼顏色 紅色 那所以它光被吸收的是紅色 那它的護符色是什麼 綠色 所以它顯現出來會是綠色 OK 好那像這個例子 有的它可能不只有一個波長被吸收 它可能會有好幾個不同波段 每一個被吸收的波段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波長能階差 就是你這個波長 你去轉換它的能 它的能成能量 好那這邊有一個吸收的peak的話 因為吸收能耐表示它剛好有 兩個能階的能階差對應到這個波長 好 好所以這個都是一樣的道理 它吸收的光 那沒有被吸收的最後 沒有被吸收的光的走合 就變成它呈現出來的顏色 變成我們看得到的顏色 這個我們用手的舉動一下 好像比如說太陽光 太陽光是白光嘛 所以白光就是什麼樣 什麼樣的波長都有 好那你如果照到一個物質上面 紅色黃綠藍電子舉例來講 好了那它除了橙色以外 其他都被吸收 那變成只有橙色可以反射到我們的眼睛 然後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橙色 好這個是顏色的色紋 好這個是顏色的色紋 然後它拿一個色 互為互補色 那普化實驗也有做過 吸收光輔的實驗嘛 所以它的原理啦 還有實際上應該也有操作過了 那所以有哪些因素會導致它吸收度的不同 欸普化實驗形容卡剛剛考過 ABC啊 ABC分別代表什麼 濃度入境長 好不錯不錯 有基本的素養 好那所以舉個例子來講吧 Sense the spectrum for這個 比如說這個 鈦它有六個水 形成的這個結晶的這個水和錯誤物 它如果在510nm 有一個吸收 那它最後顯現出來的是這個顏色 就沒有被吸收的就是 總和就變成它的顏色 比如說這個 它為什麼呈現紫色 沒有 對就是它沒有被吸收的這些光 總和加總下來變成紫色 那記得這個嗎 EG T2G EG T2G這邊 跟它在原來的這個電子有多少有沒有關係 原來的 原來的 low pair electron 你原來你要先填它的原來的電子 那原來的電子的configuration 電子主態會涉及到這個電子 它變成是high spin還是low spin 記得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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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是low spin 怎麼樣的情況下是high spin 跟什麼有關 我們人生總是面臨了很多的抉擇 難題 dilemma 對不對 dilemma dilemma知道嗎 知道齁 對 兩難 那電子在填的時候 他也會面臨到一些抉擇 他到底是要忍受跟另外一個電子之間的斥力 還是他要跳到上面去爬到更上一個門階 那他選擇的是什麼 哪一個比較好走 哪一個比較簡單 比如說他爬上去比較簡單 那他就可以爬上去 那如果爬上去太難 他就會容忍忍受 對留在下面跟另外一個電子共享的詭語 去忍受電子電子之間的排斥力 所以至於他要 哪一個波長他要被吸收 to understand that which wavelength the light can be absorbed 那我們就必須要知道能階 We need to know the energy level 那也就這個能階的話 那當然就是跟shippinger equation有關係的 那在哪一個地方會有能結出現 那必須要在那個地方 他能夠有滿足shippinger equation 波動方程式的 他是一個解的時候 那個shippinger equation還記得嗎?怎麼寫? 那每一個能結 他要能夠成為一個能結 他必須能夠滿足這個波動方程式 他有一個解 有那個解他這邊才會有一個能量出現嘛 才會有一個成就能結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都跟不同的化合物 他本身的量子結構有關係了 還有他的電子他最後怎麼填的 那導致他最後有幾個未成對電子 會決定他的順遲性反遲性 我們如果再回想一下 我們那時候講了很多的見解理論 哪一個理論是最好的? 他 最完善的 M-O 對不對? M-O 因為M-O 他可以去更更進一步的描述出來 一個化合物他的磁性 那這個直接從他的能結上面 還有他電子組 看一下電子怎麼填的 他的能結這邊有關係 所以 to fully account for both color and magnetism 又要解釋顏色 又要解釋磁性的話 那就是M-O 理論 那結晶場論 就是從M-O 理論延伸出來的 結晶場論 這個認不認識? point 架建理論是比較簡單的 架建理論 這個架建理論牽涉到什麼? 詭譽的要先混成 對不對? 為了要比較 讓他的那個能接上面 比較 不同的能接上面 比較接近 他會先混成 混成了之後 再去跟Ligan做解釋 好 這個是不同的例子 Tetrahedral 或者是這個square finite 他都會先混成 比如說這邊 一個S 4S跟4P 一個S跟三個P 會先混成 成SP3 然後再去跟Ligan見解 那這邊我們那時候講過 每一個 之前的一些架建理論啊 建極的理論 都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這個架建理論 如果他只是從混成的話 他沒有辦法去描述出 能接的概念 能接到底差多少 他最後會有什麼顏色顯現出來 他也沒有辦法去 credit他的磁性 還有他的光譜的一些性質 但是結晶場論可以 對吧? Christophil theory 結晶場論 他是 a model that describes 你從 過度金屬 還有他的配位化合物 形成的配位化合物 從他的變子結構 來解釋他的顏色 他的磁性 他的光譜特徵 比如說他的吸收 他可能在哪一個地方 會有吸收 這個結晶場論 他可以successfully account for some magnetic properties colors hydration anthropy 甚至有一些熱力學的限制 比如說像這個 隨和能 他都可以去 去credit出來 這是一個例子 他的見解的時候 這個剛剛有曹偉先講 他 metal必須要有空軌率 然後 ligan必須要有 long pair electron 才能去形成一個 coordination的 這種配位工匠界 好 那還記得結晶場論怎麼去描述的嗎 結晶場論 什麼叫結晶場論 有一個場 對不對 有一個場 那在這個場 有沒有 我們把每一個ligan當作 先當作 先簡化嘛 先當作是點電荷 crystall field theory 他先treats the ligand as point charge 先把ligan當作點電荷 and consider the effect of this point charges on the relative energies of the d orbital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ligan 這些ligan都當作點電荷 然後去考慮 他跟這些d orbital 這個金屬原子 他上面的d orbital的效應的話 他會讓這個能量上山的下降 提升 提升 會提升 然後 Lewis acid and base model 路易斯酸解這邊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assumes bonding results from ligand's electron donated into the hybridized d metal orbital 從路易斯酸解我們剛剛說 把ligan當作 ligan是donate電子嘛 所以他是錄影是 啊 解 然後metal呢 他有空軌域 他接受電子 所以他是錄影是酸 這樣子的 然後來形成的解解 那CFT呢 assum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gand and metal is electrostatic 就是去考慮他這個 metal跟ligand之間 他們的那個 interaction interaction 他是 靜電作用力 好像這樣子 本來是metal metal iron 本來是沒有接ligand的時候 是在這邊 那當他在附近有很多配機的時候 他的能量會被提升 那只是說這個提升 比如說d orbital有五個嘛 每一個d orbital都有五個 本來是degenerated的 對不對 那當他在這個結晶 在這個場裡面 因為把他附近這些的一個 當作有一個field 那這五個orbital是同樣的提升 提升的程度是一樣的 還是不太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那跟什麼有關 跟什麼有關 跟ligand的位置 有沒有一點印象回來了 eg跟t2g是差在哪裡啊 以uptahedral的這種 排列的那個configuration的話 electric field splits the degeneracy of the 5d orbital 本來這五個d orbital是degenerate 是減併的嘛 那他在這個結晶場裡面 或在這個電場裡面 他會split開來 因為這五個d orbital 他們提升的程度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會變成有2higher energy orbital 跟三個比較低的 低的是t2g的orbital 會分成 再分 那五個會再分 這個 知道怎麼判斷了嗎 不是五個d orbital嗎 對 那五個orbital的形狀也不一樣 不一樣 那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是一個 這樣子 actahedral正方面體的結構 那我們不是把ligan都當作點電荷嗎 點電荷 也就是說 這每一個這個配位數上面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配位數 所以有六個點可以去進行配位 那你把這個actahedral畫出來 每一個ligan當作 先當作一個點來處理 先簡化把它當作一個點 所以每一個ligan都是一個點電荷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跟這些ligan間解 它是用d orbital 好 用d orbital 那我們d orbital有五種不同的形狀 你把這五種畫出來 那哪一種能量會比較高 哪一種能量比較高 哪一種能量不那麼高 跟什麼有關 跟你跟他的d orbital 有沒有剛好指向 他的ligan配位的地方 有關係 如果直接對到 我們那時候說 他是直接正衝 對不對 直接衝到的時候 他的電子刺力會比較高 所以他的能量會比較高 好 當這一些lope 就是他詭譽的這個 我們說他的lope 電子密度 有直接directly at the point charge ligan 直接對到點電荷上面的位置上面 ligan的位置上面的時候 那他的能量高 那他的能量高 有這兩種 有dz2跟dx平方-y平方 這兩種是直接對到的 那如果沒有直接對到的話 我們說他是偏充 好 他就是沒有直接對到ligan的位置上面 所以電子刺力 電子電子的排斥力 就不會這麼大 那他的能量就比較低一點 但是相對於free的時候 相對於沒有ligan的時候 他能量還是高 你看一下剛剛這個圖 相對於沒有場的時候 當一個金屬離子的時候 他是比較低的 當他在一個結晶場裡面的時候 他的能量就是會提升的 只是說這兩種情況 正充的跟偏充的 他們提升的程度不一樣 這邊會怎麼這樣 好 所以有這兩類 這兩類 這是另外一個一樣的圖 只是不一樣的畫法而已 好 好 那個開列的程度 就是EG T2G 他會split開來 那那個split的程度 跟什麼有關係 跟哪些因素有關係 跟 因為是在一個結晶場 他要跟這個 如果這個低軌運 他跟某一個配機 他會有電子刺力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先 雖然先把力梗當作是一個點電荷 但是不同的力梗的話 他的那個視力會不一樣 對不對 麥克風好爛 好 那所以會跟不同的力梗 他的本性有關係 然後呢 跟金屬離子的charm有關係 跟這個central的金屬離子的本性有關係 好 還有他是哪一種低軌運 他是在3D啊4D啊5D 這個都會有關係 都會影響到他跟開列的程度 所以free的時候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說 在一個場裡面 如果是均勻的場的話 先不考慮他的位向的話 他是都提升 但是當然他會開列 好 那這個開列的程度 他可能導致他最後是一個 high spin還是low spin 什麼什麼情況下是high spin high spin的時候是什麼 變子的未成對變子數 多還是少 high spin 高自旋 多的時候 多的時候 表示energy gap大還是小 小的時候 小的時候他才容易跳上去嘛 才比較容易形成 那個自旋數比較高的 對不對 如果是能量差比較大的時候 他比較能量大嘛 所以他寧願去在下面去 形成一個 跟另外一個電子 share一個orbital 那所以這個時候 他會去容忍 電子電子之間的排斥力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未成對的電子數就會比較少 那所以這種情況是屬於D字旋 這個是TIAH2O6的這個情況 他之所以會顯現出這個顏色 是由於他有一個電子 從比較低的T2G被激發到比較上面那個EG 那這電子準拍的寫法 本來T2G上有一個EG上沒有 但是經過激發之後變成T2G沒有 但是EG有一個 那這個之間的能量差 對應到的就是他會在哪一個波段的吸收 好 那我們那時候也有提到 有一些力梗是比較強的弱的 比較強的力梗 有一些力梗是比較弱的力梗 他的跟他的 他會導不同的力梗 會有不同的結晶場的強度 那越強的場的話 他的能量EG跟T2G開裂的程度就會越大 那這邊是一些比較常見的力梗 他們強腸弱腸的這個比較好 我們參考一下 EN喔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的 那個ethylene diamine的一個東西 他簡顯什麼EN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Chromium 他有不一樣的力梗的時候 他的開裂程度是不一樣的 不同的不同界 不同力梗的時候開裂程度不一樣 那為什麼CN 他的Energy Splitting比較大 跟你去看前面的這一張不同的力梗 有沒有 弗的是比較小的 然後氨 然後CN 他的場的強度不一樣 導致他最後能量開裂程度不一樣 好 那開裂程度不一樣的時候 一道光照過來 你要把電子打上去吸收的波長 位置就不一樣了嘛 那吸收的光就不一樣 所以顯現出來顏色就不一樣 好 那所以這 這個是為什麼 這些無機的配位化合物 顏色這麼多的緣故 好 好 所以看一下下面這邊 好 當他的這個 透明 從牆場到 從弱場到 墻場 Delta increases and the color of the complex changes from green to yellow 本來是綠色 當然變成violet 然後yellow 好 那個填電子主態的規則 其實跟之前講的都一樣 還是有那個韓德定則 低軌域的 空軌域的先填 對不對 we apply Hans rule 然後去填這個低軌域 所以前面三個 the first three electron goes to different d orbital 那但是當你要填第四個的時候 delay馬就來了 你要就要看他是填在低的 已經有電子 還是要填到比較高的空軌域去 所以你要考慮 if it goes to a higher energy orbital then there is energy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 promotion promotion 就是你要從低到高 你需要吸收能量 那但是呢 if it goes to a lower energy orbital then there is an energy cost associated with the electron spin pairing spin pairing 就是你要跟另外一個電子生成 電子配對的時候 克服的電子變勢力 所以這邊 high spin low 第四個電子要填的時候 如果能量差小 那就填到上面去 你只要這樣輕輕一 promote 就上去 這邊呢 因為能量差大 所以第四個就填在這邊 這導致這邊是low spin 這個是high spin high spin low spin 所以high spin low spin這邊 現在記得了你們的舉手 所以跟能量差有關係 那這個能量差 跟它的中心金屬的種類 跟它的配機的種類 還有這個中心金屬的氧化鈦 有關係 那這邊可以 你如果要再更進一步去做定量 也可以去做定量 那這邊我們就 定量這邊就先不用 你先把這個 它怎麼形成的 那什麼時候是high spin 什麼時候是low spin 這邊先搞清楚 那但是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提到的是 以 以Actahedral Actahedral當作例子 當它的 形狀不一樣的時候 不一樣形狀的時候的話 那它 這個D orbital跟配機的位置 相對位置就會不一樣 所以那個能量的排序 可能會有一些差別 像這樣這邊 不同的 不同的形狀 這個看起來太小了 不好看這個 那 Petrahedral的時候 Actahedral的時候 它的energy level 會的排序 會有一些差異 那至少Actahedral這邊的排序 要知道 像這邊 Actahedral的時候 是T2G在下 然後EG在上 但是Tetrahedral的時候 會反過來 那強場 弱場就跟它是low spin 還是deep high spin會有關係 好 那這邊就大概講了 好 那這些配位化合物 它的 它有沒有它的動力學 有沒有它的熱力學 有它的這些動力學 熱力學規則 會不會跟我們之前講的 會一樣 會一樣 一樣 都一樣的 好 它的熱力學上面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它的行程的平衡常數啊 它的 它的那個 anthropy change啊 這些跟我們之前講的 在講熱力學的時候 那個都一樣 是很快樂的 嗯 比如說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 每一個LEGAN在接的時候 每一部 你也可以一步一步把它寫出來 然後它每一部都會有它一個平衡常數 那你去解的話 你就是照我們之前講的 評論化學平衡那邊的方法去處理 好 所以這邊它也會有它的PKAR 然後也有 也會有它的速率 那速率分別有哪一些因素 這個大原則是一樣 當然不同的體系的話 它會有一些DETAIL的部分 會不太一樣 好 那你這個到時候 以後就是看 遇到 遇到什麼樣的體系的時候 再分別去看更DETAIL的部分 你先把大原則掌握得起來 好 需不需要再休息 好 需要嗎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課本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們還有第17章的部分 我們要再講一些歷史七章 OK OK 謝謝 謝謝